大家好,攝影假期,今天來到MKK訪問了,Frankie 其實這次很感謝LeoCock上來MKK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錄過這次卡,這次你要錄過這次卡 這次我就要找你做一個嘉賓 你來了,來了,來了,來了 其實大家都認識了,Leo在小型假期的局勤組罵得火熱 被人罵得火熱,很多粉絲追隨你 不要這樣說,今天對我上來有什麼搞的? 其實在Leica的LFI,很多時候都會看到你的作品 是 那,譬如說你 不用錄貓子 不是貓子,是貓電話來的 貓電話 譬如說你很多時候都有,一些作品 被那個LFI的官網去選中了 是 那其實呢,你什麼時候開始接觸Leica的呢? 其實呢,我人生的第一部Leica,就是不要見笑 是買那部叫Digilux 2的版本 你知道嗎?或者說一下吧,Digilux 2其實是一部Panasonic 來的,只不過是貼牌子,就變成Leica 等於現在的Digilux,就等於Panasonic的某個版本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2004年 其實呢,我是一路都追隨著數碼相機的 什麼傻瓜機,什麼機,燈光光,都玩了 直至到,就是出Digilux 2的時候買完 因為它的樣子像M,它的樣子像M,就買了 那其實那部機器也不錯的,是不錯的 如是者,當然你買完之後,用了一兩年 你就覺得,咦,差一點的 聲音又浪費,然後鏡子又好像一般 開始有要求了 有要求,當然有要求了 那其實,正正式式第一部,你玩Leica當然是玩M 其實我沒有玩過Leica的Panasonic 即是說之前,我第一部就買了M9 M9是說2010年買的,其實也不是很久 但出M8的時候,其實我想過想買 但不買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它是APS-C 所以就… 成為1.33 是的 剛才你也看過,你說很多M8 是的,很多M8 所以過了一代,第二代就叫做Digital M的第二代 M9就開始玩 於是只有一部M9,240,到M10一路上 但期間呢,反而我就追回Pilm機 嗯 那就再買一部M3 但我看到你拿一部M3,不是M4 M4 可以保持得這麼漂亮的,只有回Pilm機 因為當時,它給了BadPilm的名人的記者 那些真的會跟你去組織 那些路上… 所以已經一定是散了 其實我買這部的原因是因為同年出生 最簡單的 你也厲害了 即是1984 84 也買得很划算 84 不要說多少錢 那我買一部M3,買一部M4 還買一部M7 嗯 其次數是這樣的,我買M9 接著就買M3 那接著呢,就發覺M3沒有 你知道什麼都沒有 就是要全手動 其實我買了M7 嗯 但是買完M7之後呢,發覺 咦,我看到這部很棒 有合理價錢,有童年 就買了這部 嗯 那於是就一直保持了三部Pilm機 三部M的Pilm機 那就是M9,240 即現在用M10 還有一部MM 即是Monochrome 即是Monochrome 嗯 這個你也是近期才買 但是你都用得很爽 因為我見很多你的群組友 都過來我買這部 Monochrome 知道為什麼 但是自己買呢 就永遠沒有好處 別人買的好處 哈哈 真的不太明白 不是,你知道上當年有一個大碼頭 是 是 大碼頭那時候什麼機都不用買的 是 拿去用就可以了 拿去用就可以了 就是MM、246 拿去用啊 不用還 親都不用還 嗯 現在沒辦法了 大碼頭就變了三版 逼著自己 給真金白人買了 那麼MM 因為我經常如果去 出去拍照呢 一定大力無機的 現在就M10 最新版本 就加到黑白的 就是MM 通常兩部機就落場砌 砌 砌飽了 我見你都很爽 這部M10 你說還有一些當時 去印度那時候的粉紅截 是呀 配粉截 你還有一些紅色的 現在才漸不漸呢 脫到沒有了 是呀 慢慢的 其實不用那麼緊張 就是 當然不是叫你判死 浸漠水 又怎樣 其實正常上 包了一點膠紙去 其實OK 我覺得完全沒問題 這部機回來 還英俊了 爽了 有這個紀錄在這裡 是啊 要有戰績的嘛 那如果譬如說 你覺得用這些 拉卡機 跟其他牌子 你覺得有什麼不同 或者其他牌子 給不到這種感覺 有些什麼 其實當初 當然啦 你買拉卡 有些少少虛名 還有沒有名 沒有名 沒有名 就是你看到 哇 為什麼這麼多 歷史遺留下來的 大攝影師 就是很大的攝影師 用拉卡M3 或者M6 那自己當然 不懂拍照 當然想試一下 是否這部機這麼神化 那就麻煩來試試 還有 因為那時候 我都會有用 日本的 單鏡化的高速碼機 是 但是你拍一下 發覺 為什麼這部機 按個按鈕 就什麼都搞定了 就是好像 那部機拍照 不是自己拍照 那開始覺得悶 不如試一下這些 其實用拉卡的M機 其實已經是 back to basic 就是 你之後沒有自動對焦 是 全部都是自己 控制了 我覺得測光 又不是太準 哈哈 又沒有什麼 什麼 200點對焦 什麼同步 什麼五軸 什麼都沒有 最原始 基本上那些東西 是全部你握到棍波 對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就選了M 因為一手一腳 你自己拍照相機 你會發覺是自己去決定 就是不是相機的決定 那當然 你可以把所有定焦反光機的功能 我都拿到定焦反光機 去全手動 但是另一件事 就是 尺寸很重要 你知道 其實它也算是無反 因為 連動rangefinder 就是沒有鏡 所以這部機很小 還有 有個保證就是 你知定焦鏡永遠都漂亮 加上 就是like鏡 我不敢說 是不是最好 但是如果照我以前用的 那些大品牌的 日本機鏡 最漂亮的那些 我覺得比不上 就是like鏡 就是prime lens 所以 那你各方面的表現 你又怎麼看呢 其實我覺得 顏色 色彩還原 立體感 氣氛 我覺得 贏的贏在就是立體感 其實我覺得顏色 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 什麼下載過 什麼軟件 轉色 那些後期鍵 我沒有很多話說 就是你怎麼調整都可以 但是有些東西調整不到 就是立體感 和氣氛 就是你 就算你後期怎麼做 都很立體感 你拍入是靠鏡的 那你拍 你不會 就是我不知道以後的科技 可能軟件會做到 但是 我不會覺得 你用軟件會做到立體感 就是我想 整個 整個氣氛 你會覺得 為什麼我會 幾萬元買一支鏡 我覺得是 立體感會 我比第一位 顏色當然是 漂亮 還有氣氛 其實你 撿不撿照片 或者是 我撿的程度是怎樣 其實我又覺得 不要說 撿不撿 撿這個詞 去到哪個程度 就是等於我以前 就是以前 因為我的 我的職業關係 其實很多以前的照片 都會去做後期 就是我說過後期 其實做Post Process 是會好一點的 比如你看回 就算很多 Magnum攝影師 拍出來發照 是 用Phylm的 都會去黑房做 去推黑一點 推光一點 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有時你拍照 有失誤 光暗會 測光錯了 或者天氣不好 這樣做回後期 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你說 又要好像現在 推到色爆了 或者又下很多HDR 令到照片很微精 其實我覺得 就過了一點 加上如果你用Licke 的話更加不需要做這件事 就是本身都夠色 就是你喜歡那些 又賦予那些 那個character給你 你便需要改它 其實只不過 即是說 你美女的 你不化妝就出現 對 沒錯 你美女反而 化到整個臉 好像紅不薄 沒有必要 但是當然 也有些人覺得 需要化很多妝 但是我覺得 後期我會做的 會盡量 觸碰 會的 會的 我自己也是 其實就是 輕輕採一採 採一採 採一採 光暗 其實我覺得是完事 其他事情 我基本上 都盡量不去碰 因為你弄了 變成失了 變成不是拍照 我自己也覺得 變成是另外一件事 但問題就是 現在大部份 都覺得要撿照 要撿到才見到人 和撿到一個標準 例如現在 我覺得 很多人覺得 需要的照片 很鮮色 拍風景 要推到綠色 很綠色 很藍色 其實是很正常的 就是你 很嬌的 顏色 你不覺得很漂亮 但是 個人喜好 如果我拍 尤其是 我是拍街攝 我不需要做那麼多 就是最重要 就是那一剎那的感覺 在那一剎那 就給到你 拍照 光暗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拍的時間 然後你會 測光錯 或者部機測錯 或者你測錯 或者採的時候 不好 到時候做後期 很正常的 但還是少量 那你現在 多數都是在用 NASA母機 或者介紹一下 M10 M10 凌智35.4 凌智35.4 FLE 我主要都是做街拍多的 街拍的人通常都用28或者35 除非你叻得暴烈虫用自50 但我就真的不行了 用街拍就比较吃力 因为景深没有35那么深 所以现在主力都是用M10 搭自35 同时我会用黑白 即是一部MMCCD 搭自50 有时我会用这支Sumalux 有时会用Nucleus 我会再戴一支21 但这个HUB真的很有型 我也问了 大家看看这个Hammertone 51.4的HUB 非常特别 我也是第一次见 51.4的Type 2 其实是Version 2 金黄色Coding 这支也是很棒的 这支镜其实是一代的外观 你戴的是二代的Optics 是的 再加上一个超特别的HUB 我也未见过这个Hammertone Finish的HUB 如果有高人知道是怎样来的话 告诉我 私信啊 Thank you 是的 高价买起它 不行 我跟朋友说这支镜跟我有棺材 会买的 这支镜不会买 太中美了 你觉得配合Monocrome有什么好呢 这个是黑白机 即是数码的黑白 是CCD 是 你觉得有什么好呢 其实我有点见解的 如果用CCD机的话 我会喜欢用一些PRE-A镜 即使用旧镜 因为我觉得配合一些 有些是配合的 拍出来我觉得是有菲林的感觉 我试过 譬如用Monocrome 即是用CCD 搭支ASPH镜 即新镜 拍出来觉得 都比较硬 即是没有那种菲林的感觉 但反过来 如果用M10的话 我试用一些PRE-A镜 很软 软得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有少Flair 所以我现在都是 即是你两支镜 其实就不会调转那种镜 很少的 是的 但很奇怪 我用M10 我搭支NUCULUS的V2 V2也是PRE-A 是 但又OK 又Sharp 所以有时机器要夹镜 即是我不敢说 是不是我 即是一触高板就算人 但在我的案子里 如果我 在这支镜 我就不会6M10 一定不会6M10 不会6M10 会变成怎样 太过Sharp 不是 这支太软 太软了 但M10其实是优化了很多东西 是的 但有时不及 等于我 我用240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搭支7妹 我觉得很棒 即是 质感很漂亮 但我这支7妹 落到M10 完全 感觉都不同 即是没有那股脏 那我要7妹 就是因为 我喜欢7妹的股脏 如果没有了 那我又没有什么 有所谓 即是不留戀 就买它 就上FLE 但你现在用到很搭 其实我开始是不搭 就算我开始用M10 也觉得它太Sharp 就像日本机的味道 但用下的话 就我觉得 开始 不是比它同化 但我觉得有些变化 即是我觉得 可能Under一点 或者是较高一点 Iso 我觉得出来 很棒 即是感觉都很棒 即是回到 拉卡的味道 即是你知道 譬如你在说用SL 其实SL不太拉卡 我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你的感觉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对 即是没有一罐 你看开的那种味道 那没有那种好一点 或者这种好一点 即是顺利口味 对 有些喜欢吃鲜味 有些喜欢吃浪味 有些喜欢吃蒸鱼 有些喜欢吃烧牛肉 看看你自己的口味 其实你有些作品带来 是的 我们不如看看 好的 好的